极少有人真正理解未来电池需求的庞大体量 特斯拉正在进行的电池技术革新 其规模以远超纸上谈兵 在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内 测试设备不停运转 埃隆·马斯克的工程师团队 正进行着特斯拉历史上最为宏大的能源实验 他的公开声明预示着 Model 2车型所采用的全新铝离子和钠离子电池组 已启动首次量产 这将从根本上颠覆现有格局 包括车辆的价格性能以及用户的持有成本 Model 2创新型铝离子与钠离子电池组的全面投产近在眼前 它将带来价格性能和持有成本的彻底变革 如果特斯拉的内部数据属实 那么美国消费者有望迎来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电动汽车 其续航里程可达650英里 充电仅需5分钟 并且电池组完全在美国本土生产 能够实现分钟级的充电速度和长达数十年的使用寿命 2026年的未来景象 此刻已在特斯拉的实验车间内出具雏形 我们将深入分析其成本构成 背后的化学原理 以及传统汽车制造商为何难以效仿这一战略 让我们逐一探讨 首先特斯拉如何利用本土材料 打破中国高达1500亿的电池垄断 您是否曾思考过 究竟是什么因素真正阻碍了特斯拉制造出 真正经济实惠的电动汽车 目前美国新电动汽车的平均售价约为55000美元 这对于大多数潜在买家 特别是退休人群而言 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价格 问题的核心在于 仅电池组就占据了电动汽车总成本的40% 尽管福特特斯拉等企业都在积极建设自己的超级工厂 但他们所使用的原材料和电池技术 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富士以及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 中国实际上控制着价值数千亿美元的 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产业帝国 从最初的矿产开采加工处理到最终的电池组装和出口 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掌控 正是由于这种主导地位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推出车型 震撼市场 而像特斯拉这样的美国制造商则需要承担一系列额外的成本 包括昂贵的原材料 关税以及运输费用 这些额外支出累计可能高达数千美元 为了摆脱这种束缚 马斯克决定在其电动汽车计划中 剔除锂 骨 镍等传统金属 他正全心投入于开发替代性 更容易获取且成本更低的材料 这场战略性的转变 其意义远不止于简单的材料替换 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报告指出 中国目前掌握着全球77%的锂精链产能 以及60%的锂离子电池单元产量 这种近乎垄断的局面 给美国汽车企业带来了三大潜在的致命弱点 其一是价格波动的风险 例如碳酸锂的价格在2021至2022年间 从每吨1.5万美元飙升至8万美元 其次是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2022年上海的封锁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三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特斯拉通过转向铝和钠电池技术 能够同时规避这三项风险 铝电池的研发路径充分利用了 美国数十年来闲置的现有基础设施 自从1980年代廉价的外国旅财 大量涌入市场以来 美国在阿肯色州 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的旅土矿储备 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的状态 然而随着国家安全担忧的家具 以及芯片法案 优先保障本土原料供应的策略 这些储备突然转变为 极具战略意义的资产 美国旅业和世纪旅业 这两家本土企业已经开始与特斯拉 就长期的供货协议进行商议 计划重新启动非关闭的矿场 首先是铝 这种占据地球总质量8%的材料 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本土开采 美国阿肯色州 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 蕴藏着超过3亿吨的铝土矿储备 特斯拉通过利用这些铝资源 确保了稳定的国内供应 且每吨成本仅为2500美元 凭借内华达州和德克萨斯州 超级工厂独立的电池生产线 特斯拉实现了从原材料开采 精炼到电池制造的全流程自主掌控 这种被称为垂直整合的战略 使得特斯拉无需再支付外国矿业和精炼费用 每个电池包还能节省150美元的运输费 并免去了进口关税 这意味着特斯拉现在能够以 大约2800美元的成本制造铝电池组 如果进一步扩大再生铝的应用 成本甚至可以降低到2400至2500美元 这比当前的锂电池成本便宜了近4700美元 据此推算 Model 2的标价很可能在21000美元左右 再加上特斯拉通常在季度末或新年 推出的促销活动 美国买家实际的购车价格可能低至19000美元 回收利用将成本优势呈指数级放大 铝材的回收仅需原生铝生产所需能源的5% 特斯拉内华达超级工厂 已经为Model 3和Modely的车身部件 建立了一个闭环的铝材回收系统 能够以99.8%的纯度回收92%的铝材 如果将这项技术应用于电池铝电级的回收 原材料的成本将从每吨2500美元降至大约800美元 回收率高达92% 纯度高达99.8% 基准矿产情报的行业分析师预测 到2028年克斯拉铝离子电池材料的40%至50%可能来源于回收渠道 这是当前任何锂离子电池竞争对手都无法企及的成本结构 铝离子电池材料的40%至50%来自回收来源 这套成本结构是当前没有任何锂电池竞争对手能够匹敌的纳离子电池 没错就是我们常见的盐 其在地壳中的含量高达2.3% 约为锂的1000倍 而每吨碳酸钠的成本仅为300美元 比锂便宜近40倍 凭借如此低的原材料成本相比锂电池每千瓦时120美元的成本 克斯拉可以将盐电池的制造成本压低至四分之一 即每千瓦时25美元 这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领域堪称前所未有的低价 如果应用于Model 2车型 电池组的成本将降至1700美元 使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经济实惠的电动汽车 纳供应链更具显著的优势 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和犹他州的伯纳维尔盐滩 蕴藏着约20亿吨富含钠的盐水矿床 这些矿藏可以通过简单的太阳能蒸发法提取 与食岩的生产工艺相同 并且无需任何化学加工 康帕斯矿业与西方石油公司已在这些地区运营纳提取设施 据报道 这使得内华达超级工厂距离矿床仅50英里 从而可以实现真正的闭环生产体系 本地开采 现场加工 同一厂区制造 反观李资源 即使在内华达州开采 也必须运往中国进行精炼 因为美国缺乏足够的精炼产能 这导致供应链延长6至8周 每吨增加3000至5000美元的加工成本 而纳资源则完全规避了这一环节 作为电池电芯的原材料 可以在单一厂区内完成全流程生产 并列比较可见 铝电池凭借其基础设施优势 美国已建立完善的开采精炼体系 而纳电池虽然目前规模不及铝电池 但具备长期的巨大潜力 作为一种近乎无限的资源 其开采精炼更加便捷 能耗更低 成本更优 总体而言 铝电池与纳电池都为特斯拉开辟了 实现成本可控和供应链独立的新路径 当竞争对手仍在跨洋订购巨量铝电池时 特斯拉的实验室正通过对铝纳技术的深入探索 寻求将电池组成本削减60%-70%的解决方案 现在请回答 您曾有多少次因为售价超过5.5万美元 而放弃购买某款电动汽车 如果特斯拉真的能够实现美国本土电池生产 彻底摆脱对中国和李资源的依赖 并将Model 2的定价锁定在2万美元以下 您是否会立即下单 如果在评论区看到不再依赖李的标语 请务必留下您的评论 如果特斯拉真的能够交付美国制造的电池 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摆脱李资源的束缚 并将Model 2的价格定在2万美元以下 您会立即购买吗 如果您已经准备好迎接特斯拉的铝纳电池未来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别锂电池 其次铝离子与钠离子电池 如何终结用户的续航焦虑和安全隐患 显然这才是潜在车主最为关心的问题 铝离子和钠离子电池 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彻底摆脱 对锂电池固有缺陷的担忧 如果您一直对锂电池30年来困扰 车主的火灾爆炸风险感到忧虑 那么铝离子与钠离子电池 正是您一直在寻找的完美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在前几天发布的两个视频中 深入探讨了它们近乎绝对的安全性 左侧展示的是锂离子电池 右侧是钠离子电池 欢迎观看完整的解析视频 这项安全技术的突破 源于其核心的化学原理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依赖于易燃的液体电解质 这种物质在温度达到约140华氏度 约60摄氏度时即可被点燃 而当单个电池在发生热失控时 温度高达1100华氏度 约593摄氏度时 可以在短短数秒内引发连锁反应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电动汽车的电池火灾 往往需要消耗3000至8000加仑 约11356至30270 二升的水 并且可能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才能完全扑灭 铝离子电池 则以离子液体电解质 取代了易燃的液体 这种不可燃的熔融岩 即使在被刺穿 或加热至500华氏度时 仍然保持稳定 2024年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已经确认 这种化学体系的安全等级 足以应用于航天器 远高于汽车行业的安全标准 纳离子电池在这方面更进一步 它采用了固态的普鲁士白音级 这种材料 在高达1110华氏度的温度下 仍能保持稳定 与锂电池中常用的氧化骨不同 普鲁士白在过热时 不会释放氧气 从而彻底消除了自然的风险 在中国进行的钉子穿刺测试中 宁德时代CL的纳离子电池 没有出现任何火灾或爆炸现象 这是锂电池组 从未实现的重大突破 平凡充电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尽管特斯拉的铝离子与钠离子电池 都能够为Model 2提供卓越的安全性 但两者在性能和实际应用层面 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铝离子或钠离子 究竟哪种电池技术 能够带来更长的续航里程 更快的充电速度 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 特斯拉的铝电池技术 在实际测试中 已经实现了高达300瓦时 非千克的能量密度 相较于之前的110瓦时非千克 提升了150% 这使得Model 2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 能够达到650公里 相当于当前标准版Model 3续航里程的两倍 其预期的使用寿命之长 甚至让一些预测者表示怀疑 但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 铝电池可以支持多达 12000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 并且在完成9500次循环后 电池容量的损耗还不足3% 其超快的充电能力 意味着仅需5-10分钟 即可将电池充满至100% 这对于日常高强度使用 或需要频繁跨周行驶的驾驶者来说 尤为方便 同时也能大幅缩短 特斯拉超级充电网络的等待时间 纳离子电池虽然在性能上 无法与铝离子电池直接抗衡 但其整体性能仍然优于当前的锂离子电池 特斯拉将其定位为 满足日常出行需求的可靠解决方案 炎电池的能量密度 在每公斤160-190瓦时之间 可以支持300-350英里的续航里程 这一规格很可能应用于Model 2的经济版本 其卓越的循环寿命高达9000次充放电周期 在6700次循环后 仍能保持90%的容量 虽然不如铝离子电池 但已经是当前锂电池的三倍 该电池在极端气候条件下表现出色 在-20摄氏度的环境下充电 仍能保持93%的效率 而在高达60摄氏度的高温下行驶时 能量损耗也低于10% 这种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 使得炎电池成为严酷气候地区用户 或那些长期优先考虑可靠性 和低维护成本用户的理想选 则 那么您呢 您是更倾向于需要铝电池提供的 超长续航里程 还是更看重纳电池 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的可靠性能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 3.特斯拉如何将5年的电池 研发周期缩短至数月 2025年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 铝电池与盐电池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 才能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应用 丰田和宝马虽然将目标定在2026至2028年 但至今仍停留在实验室原型阶段 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研发并改造生产线 却无法确保短期的盈利 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风险 然而在特斯拉 下一代电池的竞赛已经被压缩至短短的几个月 从2024至2025年间 他们每年投入超过75亿美元用于电池研究 直接与克莱恩 松夏以及阿贡国家实验室合作 加速材料研究并设计新型的电机结构 此外传统汽车制造商从原型设计到试生产线 通常需要耗时二减三年 而特斯拉仅需5到7个月 他们能够迅速将实验室的设计应用于量产车型 实验室设计部门与超级工厂共享统一的数据系统 一旦电池原型在实验室通过认证超级工厂的试生产线 可以立即复制生产 无需像其他整车制造商那样经历多层内部审批 特斯拉每年高达75亿美元的电池研发预算 远远超过所有竞争对手 几乎达到了行业平均3%至5%研发投入标准的数倍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从设计到生产的无缝衔接 消除了困扰大多数车企长达三年的死亡之骨 在特斯拉 研发与制造团队共享一个数字平台 将科罗拉多州的实验室与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无缝连接起来 这种并行的工作流程使得特斯拉从2024年中期的概念 涉及到2025年第三季度实现工作原型仅耗时15个月 相比之下丰田的固态电池项目历时10余年 仍未推出任何一款商用车型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 首批搭载铝离子电池的Model 2原型车 已经完成了最终的测试阶段 成功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电动汽车爱好者的核心痛点 续航里程的限制 德克萨斯超级工厂的量产计划现已准备就绪 将于2025年11月启动 初期年产能将达到300千瓦时 足以满足超过200万辆汽车的装配需求 这意味着搭载铝电池的特斯拉Model 2 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 距离现在仅剩3至4个月的时间 与此同时 纳离子电池的推进速度相对较缓 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正级材料纯度的不稳定性 这导致部分电池的容量降低了10%至15% 特斯拉正于内华达超级工厂投资建设一条 闭环式的普鲁士白河城生产线 该闭环工艺利用工业纯碱回收钠元素 并精确调控颗粒的尺寸与纯度 凭借这一解决方案 纳离子电池有望在2026年1月完成实地测试 并在2026年3月启动商业化生产 最终于2026年中期在基础版Model 2车型中首次亮相 特斯拉的电池革命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 当福特与通用还在为2028年的 理工营合同而奔波之时 您是否将成为首批体验特斯拉创新电池技术的车主之一 请在下方告知您的意愿 我们正密切追踪特斯拉电池革命的每一项进展 下一期视频将深入剖析超级工厂的基础设施 是否能够真正支撑年产至少200万辆汽车的目标 敬请期待 请期待